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娘 碧姨 碧姨 大娘 怎么你也来了 我来看热闹啊 怎么样了 还是没消息 二娘呢 不用担心她了 肯定是回渡城了嘛 你干嘛跟她吵啊 你不能让她一下嘛 谁跟她吵啊 明明是她跟我吵嘛 这我有什么办法嘛 你还说 怎么了 大娘 你这招对我没用 真的是急死人了 我去看看 你别胡闹了 现在怎么去看呢 不不不 平平说得对啊 老蛋头啊 我们在这里不是办法 能出多少力算多少力嘛 可是 我们能出什么力啊 有了 想到了 来来来 好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走 师父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我在这儿 很好 很好 师父啊 他愿意跟我待在一块儿 我的扇子 我的扇子 真是的 卫阳公借备为何如此松弛 这其中是否有诈 刘鹤成天纵情声色了 已是鬼迷了心窍 不会对我们有所防备 我看也是 咱们赶紧冲进去吧 慢 大牛 在 保护好太后 在园地等候 是 走 我们三个过去看看 要是否判断的 你也会有机会 你也会有机会 如何 射 射 放弃 住手 住手 何大将军 魏阳宫夜夜歌舞升平 何大将军此刻来此 想必也想热闹一番 好 请 扔刀 怎么回事 干啥 好个霍光 自投罗网 所有潜伏的奸党通通现行 正好一网打击 来来来 真是 徐姑娘 你来干什么 喝喝喝 我让你们都在这喝 没脸鬼 当一辈子的牢头有意思吗 还有你 当一辈子的御族有意思吗 徐姑娘 您知道 我们不干这个去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 今天霍大将军正在为阳宫霸出那个昏君 你们这个时候如果奋勇向前 将来加功进绝绝对少不了你们 真的 真的 怎么样 想不想干呢 想不想 想不想 您姑娘您说 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好 既然都想干 马上把牢房给我打开 对 打开牢房 兄弟们打开牢房 起床 起床 起床了 起床 起床 起床了 睡 起床 起床别睡了 起床起床 别睡了 起床起床 大哥你回来了 赶快 起来拿着 我们去砍柴 砍柴 这么晚了还要砍柴啊 今天晚上 我们去卫阳宫砍柴 卫阳宫 卫阳宫 听着啊 你们这些家伙 以前在京城是不良少年 整天在街头混 但是我知道 其实你们跟五龙一样 都是胸怀大志 只是一时怀才不欲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喽 现在有个机会 可以让你们吐气扬眉 大战红土 就看你们 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去干了 干干干干干 一定干干 干是不是啊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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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 晚辈拜见两位老前辈 怎么不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太史公见谅 非常时期 晚辈就不拘泥了 你是什么人 晚辈是大将军霍光之女 霍雪仙 霍光的女儿 真的假的 老先生 晚辈 由大将军霍光的令牌为证 有什么事吗 魏阳公 现在正在上演一出好戏 两位老前辈 尤其是太史公 如果未能身临其境的话 恐怕 会遗憾终身 霍光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夺权篡位 幸好这 神机妙算 早就算到你们会有这一拙了 要不然 朕岂不是死的冤枉吗 皇上 用不着跟这些乱臣贼子 多说什么 干脆乱刀砍了不就结了吧 来人呢 把这帮乱臣贼子 都给朕拖出去 砍了 把他砍了 把他砍了 慢着 我是孝武皇帝 清风的故隶虎正大臣 谁敢动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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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谋权篡位 你有什么资格当辅贞大臣 柳克 光行无道 操守无端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皇帝 老夫当初瞎了眼 怎么把你扶了上去 小金山 有莫姓 鼻姓 月姓 功姓大臂 五大姓 像你这样不孝的皇族子孙 应该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在场的各位公卿 站出来做个攻断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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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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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 天命有归 谁敢说朕没有资格当皇帝啊 谁敢说朕没有资格当皇帝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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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连篇 喂 苏武 你这个牧羊人又出来搅局 你给老夫住嘴 传国玉玺 只是一个象征 绝非是保命护身符 如果落到无道之人的手上 武党更应该把他拿回来 这才对得起祖上遗训 你们点什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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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点头 这这这 这这 这谁整了你们 光光 你说皇上光阴无道 你到底有何凭据 有 拿出证据来 在场的各位公卿 大家都能作证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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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谁敢站出来说话 谁想作证 没关系 出来作证吧 谁想作证 作证没关系 朕 我们 不会跟他追究的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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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臣全 尸位素残 诸咒为虐的 奸贤宁臣 老臣作证 太太大尉刘宾仪 曾经亲口告诉我 皇上 皇上 带头在卫阳宫赌博 皇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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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霍光啊 你是在空口说白话 意图悖逆犯上 来人哪 将霍光 拉出去 斩了 斩了 住手 太后 皇上 皇太后在此 谁敢轻举妄动 对 你们大家说说看 是皇上大 还是皇太后无大 皇帝荒淫无度 而且败坏伦常 就连 就连禽兽都不如 皇太后既出此言 想必有所凝聚 是啊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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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曾经对哀家 出言不逊 而且还动手轻薄 起了一首银诗 送予哀家 他也太过类了 怎么会做成这种 就是啊 刘鹤小儿 你还有何话处 不 对啊 有什么话呢 就快说 不 不然的话 就来不及了 小心点 走 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 太史公东方老先生 请坐 太史公 太史公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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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四大先生 正一下 对你不保 实彼公正 谈关系也没有用 皇上对太后的指控 有何答辩呢 这 这 正是 皇上 皇上 不要着急 让奴才给您想想办法 太后娘娘 您说 皇上曾经给您情诗 能不能拿出来 让大伙瞧瞧啊 太后娘娘 那首银尸 已不在哀家手里了 那 他在哪儿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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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桩 死无对证的事啊 太后娘娘 真真没想到 你竟然 竟然编出这种谎言 这种谎言 来污蔑朕 这还是皇上 这还是皇上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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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 走 走 快快 快 快点 ang sa 我的心目恐怕有力 怎么办 怎么办呢 皇上 闭气 先把他们的首领控制住 苏文你别动 再动的话 想不相信我们把你射成马不过 对 怎么办 皇上 天下第一女神补 今天要显神威了 这回抓当今的皇帝 行军 不许胡道 大将军 外面的大内侍卫 全部被我们杀退了 现在威阳宫是我们的天下了 是我们的天下了 霸楚皇帝 是何等的大事 你们无凭无据 全靠武力夺取政权 难以令天下人心服 说得好 还是老话一句 只要有任何证据 可以正名阵的淫乱 这马上就许位 霍光你有何话说 你有何话说 没话说吗 你没话说 比赵新 你有话说吗 也没话说 太好了 苏武 你这个牧羊人 有何话说啊 都没话说吗 怎么办 有没有话说 你怎么办呢 本人热死我了 热死我了 有没有话说 后面有没有话说 有没有啊 都没话说啊 你一看好 怎么都不回答 有没有话说啊 你有没有话说啊 怎么都不回答呢 冲进来有什么用啊 等等等等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你怎么 这个卖国贼 他 皇上 别紧张 我现在 来 来来来 奴才 先把你扇扇风啊 冲进来 你干什么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呢 大势已缺 这个行动 不可能成功的 我当然还是 先巴结一下 皇上比较好了 刘兵仪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现在投降 为时不晚呢 不晚不晚 当然不晚了 其实啊 当初他们说 要霸出皇上你 我就一万个不同意 所以我现在 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你要杀他们 请随便 但是不要 联练到奴才哦 刘兵仪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 卑鄙小人 刘兵仪 你居然卖有求容 他怎么这样 真是无耻 我刘兵仪 本来就是街头小混混 哪像各路英雄 各位豪杰 我哪有那么大的原则啊 皇上 所以我现在 跟他们都划进界限了 你一定要饶奴才一命哦 好 没问题 饶你一命 皇上 来 山风 山风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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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真是才子 没教你 你们才那么好啊 你说什么 我 你说 皇上 他说 他说我的文才好 杨长夏 请问 您认识皇上的笔迹吗 是的 那么这是皇上的笔迹吗 是 是的 帐后将军 请您念题目给大家听听看好吗 刘鹤 提赠 皇太后 哇 这是 你快去抢扇子 能比 哎呀 苏武公公 一把扇子有什么好抢的呢 等大家念完之后 我就把它送给你 一称好啊 请念第一句给大家听听看 人间美艳 一凤儿 啊 这 这 这 天大司侬 继续练下去啊 金银能做 花蕊舞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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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妖一物 玉腿赢 够了 别再念了 对啊 也真是念不下去了 不过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我可以借给大家 参考参考哦 岂有此理 哪有皇上去勾佑皇太后的道理 这成和体统啊 皇上 大女不道啊 哪有资格做皇帝 这也只是不像话 没有字 还是必须有办法 不像话 什么啊 诸位恭敬 我看此事 还是大家来拿个主意吧 皇帝无道 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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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请皇太后登上龙位 召告天下 并立即举行霸楚大典 这妥当吗 还是 还是霍大将军来主持好了 臣起太后千万不可 依照大汉典诏 霸楚之 应由皇太后 率领文武百官 以太劳一份 寄告高庙 猜合章法 请皇太后 请皇太后 免为其难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等起奏太后 我大汉朝第九任皇帝刘鹤 因品性饮邪 行为不轨 自决于天下 已不能承受天命 更不能侍奉高庙 以名为子 理应罢处 请皇太后拟诏 准奏 魏太傅 臣在 你诏 遵旨 天子有真诚亲人 虽无道 不是天下 刘鹤 皇太后诏出一下 你还有什么资格自称天子 刘鹤 把传国玉玺交出来 交出 我不给 我不给 不要 还给我 还给我 启禀皇太后 传国玉玺在此 昌尔王 当初祭天择地的是哀家 今日 废你的也是哀家 一个十七岁的丫头 居然做了这么多的大事 阿弥陀佛 老土驴 阿弥陀佛 也忘了还有张盖呢 出来 还不够跪下 跪下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招日处斩 娘娘 娘娘 我去 我去 是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啊 张盖 张盖 我去 准奏 康义王领旨 朕 朕什么 朕啊 跪下 跪下 人质 还不跪下 还跪上朕 朕 朕 岂禀 太后娘娘 朕 还跪下 还跪下 不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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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 微臣有一个不勤之气 你还有什么请求啊 微臣已经当了二十七天皇帝了 再三天 就每一个月了 就让我再当三天 就三天 就三天 将来史书上记载也好看一点嘛 好不好 答应我 就三天好不好 好不好 郑亲 你们说呢 二十七就是二十七 多一天都不可以 皇帝不满月 千古第一人 怪不得以前跟你玩大家乐 你老是压重什么二十七 原来你这个皇帝啊 整当二十七天 胡 倡议网下垫 老臣建议 将刘鹤放逐到汉中郡房灵县为好 不不不不 太后娘娘我不去 我不要去 房灵县地处偏僻 我恐怕还没到那 我 我就闷死了 我不去 还是将他逐回昌义去吧 谢太后 为何怎么处 欺人 请 老徒履 你不是一直说 菩萨以慈悲为怀吗 可你现在为何一定要赶尽杀绝 不杀 跟我回去 你做梦 你怎么 叶辉 叶晶晶 老徒履 你听着 我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帮人统统杀进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皇上 你怎么了 不要叫我皇上了 从明年开始 我就不是皇上了 你也不是皇后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想明白了 朕 不能说朕 该说我 我 我当不成皇上 一半就是因为你 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会说因为我呢 你胡说什么 皇上 你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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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你 我 抽死你 抽死你 抽你 站住 站住 我 撤死你 踢死你 抽你 抽你 走啊 滚 走啊 走 滚 滚 滚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终于把这个昏君赶走了 就是说呀 要不然再这么下去 我们以后都要被整死了 不光是我们大家倒霉 这个国家都完蛋了 是 各位各位 各位早啊 获大人去 获大人去 各位大人 一个个怎么 怎么都来得这么早啊 今天起个大走 希望有个好兆头啊 没错 没错 怪了 皇上怎么还没有出来上早朝呢 怎么 哎呀 哎 请问获大将军 接下来的皇上是哪位啊 是啊 是哪位啊 是哪位啊 这 到底是哪位啊 是哪位啊 快说呀 哎呀 真难为你了 还只是个孩子 罢出皇上这点大事 就在你的手里完成了 但是太后 你也该收收心了啊 出宫一趟虽然好玩 可是 好了奶娘 我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了 拜拜 将军请 将军请 陈霍光参见太后娘娘 霍大将军不必多礼 请坐吧 谢太后 大将军 你有什么事吗 启禀太后 此次废帝之事 不少人立了大功 理应奖赏 大将军 有功则赏 有救则罚 以九府朝政 经验丰富 哀家 只不过是一个少女 什么都不懂 所以 此事还是由大将军 您来决定的 遵旨 倒是 既然皇帝的人选 要多加考虑 大汉的基业 再也禁不起 第二个刘鹤的摧残了 是啊 想当年先帝 托过于我 命我为辅政大臣 没想到 在我的伏辟之下 竟然出了刘鹤这样的皇帝 给历史留下了荒唐的记载 我实在 愧对心底 大将军 此事也不能全怪你啊 谁会料到那个昌义王 会如此荒唐 不过幸好有病已在 我们才能把那个昏君给废了 这个刘病已 平时滑头滑脑 没个正经 没想到这次 在紧要关头 他竟然立下大功了 病已表面看起来 由头滑脑的 但是啊 他秉性纯良 而且好打不平 这次要不是病已 不仅大汉的基业 要毁在刘鹤手里 恐怕连我 刘病已 确实居功底 所以大家军 我们应该好好奖赏他才对啊 太后所言其事 那大家军 你看宫中 宫中还有什么职位 比较适合病已的 宫中的职位 你也知道 自从皇帝哥哥死了以后 我在宫里本来就怕怕的 再加上刘鹤那么一闹 我心里就更慌了 可是 假如病已在宫中任职的话 那我就放心多了 这 您是说让刘病已 在宫中当差 这 这个 大将军 此事不急 您 您先回去再慢慢想想看吧 老臣 谨遵太后的吩咐 老臣先行告退 大将军慢走 是 爹 你坐这儿烦什么 现在开始大风功臣了 真让人伤脑筋啊 有公主傻啊 有什么好伤脑筋的 这别人都好说 就是这个刘病已啊 病已怎么了 这太后娘娘一定要让她在宫内当差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算了 你别问这些了 大哥 你不在这段日子啊 咱们又没蟋蟀动 也没有酒可以喝 都被闷死了 是啊 大哥是当朝的红人 咱们柴探司的兄弟们 以后跟这大哥绝对有好日子过了 就是 你真是没出息 现在还在想柴探司 我跟你们说 这里哪一个 以后不是大官的继承人呢 对不对 对 我想 咱们啊 从现在就开始 从心里盘算一下 想当什么官了 免得到时候 大将军问起来的时候 咱们回答不出来啊 我想跟我爹一样 灌钱 我也想跟我老爹一样 判案审案 守握生死大权 对 我也想跟我爹一样 带兵打仗 干嘛 带兵打仗 那是我大牛 别跟我吵 大哥 你呢 对啊 大哥 你呢 你们每个人都想继承副业 可是 我连我老爹是谁都不知道 更不知道 太前是干什么的 那我 我到底要干什么 放心 碧姨大哥 铁地会封喉败呛的 对 一定会 对 一定会 阿秋 小心 阿秋大哥 小姐 三师妹四师妹 你们来了 想不想做大官 我 他都已经是大将军的千金了 还有什么更大的官 可以让他做吗 是啊 再大就只有皇后了 四师妹 你想不想做个什么大官呢 我啊 我当然想当大官了 那就快想想 你想做什么 对啊 我想做 我想做 天下第一女捕头 错 错 为什么啊 我想做天下第一女捕头 对 胸无大志 果然不是很大 不 我就得不会让你去做女捕头的 为什么 你嫌弃我没资格啊 当然不是咯 平君 你知道吗 当你穿了这身女装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样子有多漂亮 真的吗 答案是真的 还有 你轻声细语在我耳边说话的时候 那种声音有多迷人你知道吗 所以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什么女捕头的 一个女孩子那么漂亮 整天在外面跟人家打打杀杀 称赫体统啊 简直抱天天物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那你要我叫什么 你啊 让我瞎瞎看啊 好像想来想去 真的没有给你当的大官呢 这样好了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做我的小老婆 牛逼姨 你也取笑我 女孩样 女孩样 刘大哥 有自信 相成家了 真的 众人听风 来来来来 诸位 免礼 免礼 大将军令 武龙勇夺兵符 帅玉林军讨逆 鞠躬绝尾 特封赠玉林纪都位 致笔二千弹 哇 太棒了 这么跟一样棒了 谢谢你们 谢谢 风 赵德柱为 平位左平 致笔六百弹 金金亮为 太苍令城 致笔六百弹 哇 哇 真是 其余 柴探四人等 和天牢人等 据为 车记郎中 致笔二百弹 哇 秋魔空 与其弟子 世大牛 为方外之人 以及阿秋 不令风赏 什么 不风赏 不风赏 那我挖什么 急命 渡城地方官 大修乌龙院 务必建置完备 庄严豪华 哇 我们没服 乌龙院有福了 乌龙院万岁 乌龙院万岁 许平君为女子 不合寿风 特赏黄金一百两 金针银线四十零 锦缎五百匹 这那么多 预藏绣花样式 一百款 刚才恋爱好多 什么绣花样式 有来赏我 非得帮我当女人看 你不是女人 是什么 封许女之父 许广汉 为渡城之县 哎 做个女人 就这么倒霉啊 立功的可是我啊 却封我爹当官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 这样一来 你就是县太爷的千金啦 县太爷的千金 有什么劳不起 我告诉你 算命的说 我将来可是皇后命啊 去去去 公公 你讲了那么久 到底 有没有漏了什么东西啊 啊 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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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哥 被封什么官呢 上面没写 不知道 怎么回事 病 你别着急 我想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命 所以才会迟几天发布啊 哎 对 大哥 我想一定是 太后封了你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官 要你到卫阳宫去受命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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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不可能没我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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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娘 你回来了 病已 二娘 你跑哪儿去了 我好担心啊 其实我最近就躲在京城里 听说你立了大功 我真是太高兴了 病已啊 你回来了 给你封了什么官啊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啊 听说人家都已经封官了 因为我这个官 听说封得特别大 所以晚点才发布 真的 郭真卿啊 你看啊 我们要不要把病已的身世告诉他